文老吴的小丫头,我们或多或少,都会看过这样的报道,我国东北的边境地区一到冬天就是天寒地冻,额毛大雪过后遍地都是白雪矮矮,就算外部条件是如此的艰苦,我军边防巡逻人员,还要顶着严寒进行巡逻,保证边防安全,这一巡逻就是好几天,以往的巡逻官兵只能穿上厚厚的做迅大衣和毛子,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。 才能够出去巡逻,巡逻一次不是当天去当天就能够回来的,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就必须就地速赢,虽然有帐篷可以抵御住寒风和雪花,但是睡觉时候被冻醒也是常有的事,体验的确不好。 最近,一款战术斗篷的出现,解决了以上的一些问题,这款战术斗篷整体位居绿色,外部采用防水布料制成,内部的材料中除了正常保暖的材料外,还增加了石墨烯这种材料,石墨烯可以自动调节斗篷内部的温度,可以让巡逻人员在巡逻时不再那么冷。 图位65是军用雨批没有新图,这款斗篷可以平日巡逻时可以当作斗篷,防风,防雨,防雪,便于鞋带又保暖。 在巡逻过夜速赢的时候,就可以将拉面拉起来,作为睡袋使用,石墨烯的材质可以让官兵们在睡梦中不被冻醒。 巡逻途中累了的时候,就地休整的时候这款斗篷,还可以当作吊床使用,不必在席地而坐。 图位65是军用雨批没有新图,有了这么一款保暖又趁心如意,得多功能战术斗篷,边防军巡逻时不用再惧怕寒冷了。